基隆成绩转运站即将在7月1号正式开放民众搭车通勤 通勤站点将集中在中山一路上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和于三发特地邀请市政府交通处人员现场会刊 争取在7月1号靠近中一路这边 现有成绩转运站外围空间设置好 车辆临时停靠区以及计程车临时招呼站 方便民众上下车或是搭计程车转搭通勤客运 7月1号即将要成绩转运站要迁移到中山一路那边了 那现在这前面一块的就是 我觉得非常感谢交通处非常温馨的将这一个区块 就是说规划为就是建车停车格 以及还有民众上下车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让民众可以很便利的能够坐上建车这样子 来这边看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初的设计里面好像周边都是红线区 那民众如果要接送 那就几乎只有在红线的地方可以接送 所以我们像是政府反应之后 最近这个交通处也做了一些规划 预计在转运站已经开始启用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国光这个站体这边打掉之后 就会在这附近设所谓的机车招呼站跟铃亭 大家可以接送的一个区块 那今天我们再做最后一个确认 已经确定会把这个民众的这个接送区 跟机车车的招呼站已经确定会纳入规划里面 那么我们大家就不用再担心 以后接送的时候会停在红线的区域来接送 会看后基隆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将会事先规划好临庭区的划设 7月1号和转运站同步启用 方便通勤民众 对 7月1号的部分我们在同步 在我们转运站的外围的部分 会完成计程车的一个排班区 以及民众上下的一个临庭区的部分 而现有民众搭乘通勤客运 外在破浪状的站点 在完成这几年来交通通勤任务后 也计划将会拆除空出来的土地 规划其他用途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